幼兒園畢業班 畢業快樂 進到成功國小剛好遇到幼兒園畢業班拍攝畢業影片 應校長陳怡君的邀請議長童子偉開心加入 和小朋友們一起合影留念 而合影的幼童遊戲區剛好也是童子偉 擔任議員開始努力爭取改善的地方之一 其他包括開放已經成為居民活動空間的 彩色操場跑道的鋪設和清潔以及最近才完工 同樣由議長童子偉爭取改善的校門口內地平重鋪 提升止滑透水的功能避免滑倒 保障家長和師生的安全 童子偉開心細數各項設施設備的改善 也讓校方由衷感謝議長對於成功國小的關心和照顧 成功國小非常感謝我們的議長童子偉議長 他長期以來對學校的照顧 那這一次議長又給學校經費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改善大門口校門口的地平 因為這個路徑是每天師生以及家長 他們在接送的時候必經的一個道路 之前紅磚非常的滑 所以我們這一次很謝謝議長給學校這一筆經費 我們改善了整個的地平 現在的地平它不只防滑 而且它透水 具有環保 那相信這個對於師生行的安全有很大的提升 因為成功國小位除我們藍愛區四球五里 那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且重要 那我們周邊有非常多的居民 而且成功國小是開放式的校園 所以不僅是我們師生重要的學習環境 也是我們社區居民 甚至整個藍愛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運動空間跟場域 所以我們這幾年大概五年來 我們投入了非常多的經費做校園改造計畫 那也謝謝陳怡君校長帶領的主任老師 非常用心的經營學校 我們現在學校不管在硬體設施 還是音樂班的一些相關的教學環境 我們都持續在提升當中 在校長引導下議長同志偉也到成功 國小食農教育教室參觀小朋友上課的情況 以及教室的設施設備 同志偉指出這是由中央補助興建 環境設備都非常好 而不管是由中央補助的建設 或是由他爭取改善的設施設備 只要是對成功國小學生和老師們有所幫助的 都是他最開心的事 記者 郡松 基隆報導